耶稣复活之后 他和他的门徒在一起待了四十天 他继续向他们讲论神的事 有一天 耶稣把他的门徒集合起来 他告诉他们 神已经把所有的权柄都给了他 他叫他的门徒到世界各地去宣传他 所有 汉族和所有世界上的人都需要听到神的儿子耶稣 所有的人都需要知道耶稣为他们所做的事情 耶稣告诉了他的门徒这些事之后 他又回天堂去了 许多人看见他活着生到天上去了 他现在和他的父亲神一起生活在天堂里 当耶稣还在人间的时候 他告诉他的随从 总有一天他要回来的 当耶稣回来时 他要带着神的荣耀和尊严 每个人都会见到他 都要向他鞠躬 并且说 他就是我们的主 当耶稣回到人间时 他要把相信 听从他的人聚在一起 要把他们带到天堂去 那些相信 跟随他的 但已经死去的人 到时都要复活 跟随他到天堂去 他们将永远和爱他们的神在一起 许多人都想知道天堂像个什么样子 天堂就是神住的地方 是耶稣去为跟随他的人准备的地方 在天堂里有和平和快乐 没有悲伤和痛苦 被耶稣带去天堂的人 他们将永远生活在和平和欢乐之中 创造世界的神将永远爱他们 在天堂的人们将永远爱耶稣 因他为他们的罪而遭受痛苦死去 他们将与耶稣快乐的生活在一起 这就是天堂 但也有另外一个地方 这是神要惩罚撒旦和恶鬼的地方 那就是地狱 不相信不服从耶稣的人将要被送到地狱去 他们要永远受惩罚 地狱是与神相隔甚远的地方 是一个长期充满痛苦 磨难和痛苦的地方 神不想把人们送到这个折磨人的地方去 撒旦和他的恶鬼 必须要去 不相信耶稣的人到地狱 使神很难过 神很爱他创造的人 他爱我们 才叫他的儿子耶稣来替我们的罪而死 神看到他的儿子受苦而死 他很痛苦 但他这样做 才使我们每个人能够回到他的身边 朋友 你们已从圣经里听过些启示 你们必须去选择答案 神在给你们提供一个免遭惩罚的机会 你们必须决定是否要接受耶稣 来做你们的主人和救助 我们知道 我们所有的人都不服从神 我们互相作恶 神派了一个完美的牺牲者来承担这些罪责 但完美的牺牲者只有一个 那就是耶稣 耶稣从来都是服从神的诫命 他死是因你和我都违背了神的诫命 神处罚耶稣而没有处罚我们 耶稣乐意地接受了神对人的愤怒 神惩罚耶稣而宽恕了我们 神将原谅所有离弃罪恶和相信耶稣的人 但他又要惩罚拒绝耶稣的人 神将把那些人永远和他隔离 他们将在地狱里永远遭受痛苦 你知道你是怎样违背了神的诫命吗 你崇拜别的神和偶像吗 你烧香烧纸给死人吗 你好色吗 你憎恨别人吗 你撒谎或者偷别人的东西吗 你知道神惩罚耶稣是因为你不遵守神命令吗 耶稣是唯一的救主 凡相信他的人 神会原谅他们的罪过 神很爱我们 于是他想出这个伟大而神奇的办法来拯救我们 今天就让耶稣来做你们的主人和救主吧 不要再作恶了 要跟随耶稣 你们必须去掉所有的坏习惯 撒谎 偷盗 憎恨 奸淫妇女 酗酒 等等 你们不能听从别的和去崇拜鬼神 你们必须只为真神而献上自己 你这样愿意承认罪而悔改 信任耶稣做你的救主 神才原谅你的罪过 并且耶稣才与你同在 朋友 向神说吧 告诉他 你相信耶稣是他的儿子 告诉他 你违背他而很后悔 告诉他 你知道耶稣是为你的罪而死的 告诉神 你要离开罪 并只想跟从耶稣吧 神会听见你说的话 他将赐你新的心灵 新的希望和新的思想 如果耶稣不在你的心里 你将不能使神喜悦 当你从罪恶中解脱出来 相信主耶稣时 他会给你新的生命 耶稣会把他的圣灵赐给你 这圣灵将给你力量去做好不做坏 这圣灵将给你力量去征服罪恶和引诱 会给你胆量而不惧怕恶灵 即使只有你一个人 这圣灵也会使你相信并跟随耶稣 他将教你怎样去走神所走的路 你必须听圣经 圣经就是神的话语 每天都要向神祈祷 这样赞美他 而求他帮助你 朋友 这是神的光明的路 不要再等到明天 来吧 来跟随耶稣吧 请不吝点赞美他